ECO是最大的 ECO 來幫我 你個人覺得ECO來到我們家之後 你覺得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七毛蒜皮的事情 就真的是回乎足道了 不用怕掃架了 大家好吞咪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你們最愛的Vision Baby 我們今天節目開始之前呢 想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家的地都是誰拖誰掃的呢? 是誰? 我們家呢 每次掃地拖地 我們都會經過一個家庭革命 你太懶了 你才懶吧 大家可能看我們好像感情平常很好 但是說到做家事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人都沒有很愛做家事 今天都我做吧 我也有做好不好 你每一次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用猜拳的方式 那你每次輸也都不甘願 你輸了都不甘願 到底是我要掃啊 掃地有損我Fashion的形象好不好 拜託掃地多Fashion啊 所以掃地這件事要交給最專業最Fashion的 我就入手一個最強的掃地機器人 特沃斯的Ecobus Devole T-10 Turbo 真的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外型 有沒有符合我個人的審美呢? 因為我個人對於想要進我家門的東西都非常嚴格 就是我的時尚的眼光 我可以相信你嗎? 當然啊 不然我怎麼會記住你家家門 然後我們來先看一下它的外型 它的外型是真的很漂亮耶 因為它是掃脫機器人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上面的那個 基地台造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它也蠻符合 像我們家現在是英式比較華麗的裝潢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翻新家之後 我們是法式叉吉峰 大家有沒有很期待 它也跟我們新家的Style 會非常的搭 所以呢第一個 它流線型的外型呢 基本上跟你們家的裝潢 我覺得它不管到哪裡 它都是一個非常百搭的單品 白色的關係 所以它其實在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融入整體的裝潢 而且它就是一個時尚的家店 因為其實我最近不是開始做一些 名人美家的單元嗎? 他們進家門的家店 都是有基本的神秘 很醜 以前我們小時候什麼 為什麼媽媽都會買這種很醜的家店 他們家裡面絕對不會出現 是的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它那個表面 它是那種鋼琴烤漆的質感 所以它其實是有點那種亮亮的 就整體這樣滑下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美喔 它很像一個擺設 它不只是家店的感覺 基本上它可以融入你家所有的裝潢 沒錯 然後再來一次呢 它是用APP可以操控的 所以我們下載APP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先建立我們家的地圖 然後我覺得它地圖很好玩的地方是 它很像簡單版的動森 因為它可以去做你們家家具的擺設 客廳家具在哪裡 沙發在哪裡 你建立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用你的APP去選擇說 我們今天要掃的是廚房 或者是臥室 或者是其他的空間 不會像有些掃地機器人 它一掃它就要掃全部 它可以分區掃 然後最棒的地方是 我剛剛有講說 我可以用手機去建立那個家具在哪裡 它還有一個指令 是可以直接掃家具底下的 沙發底下 床底下 如果你今天想要更針對性的 去掃局部的地方 我覺得也OK 然後呢接下來這個功能 有點像是一個屏蔽的功能 因為像我們家有地毯嘛 這一台柯沃茲的掃拖機器人 因為它可以掃地跟拖地 拖不時進行 也可以只有掃地喔 那因為我們家就是 之前真的沒有人想要拖地 拖地很麻煩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人類拖地的時候 很容易水用太多 對啊水太多 然後不小心走一走 滑的就被罵 然後我們現在直接用這個掃拖機器人 它可以控制它的水量 拖完之後你的地板是亮的 但是又不會有水痕 完全沒有 而且拖地還有一個為人詬病的事情 就是要用我 寶貴的雙手去擰乾它 你可以戴手套啊 我不喜歡戴手套 戴手套會有一股臭味 很多人的肌膚其實沒有那麼耐 像它有富貴手 像Baby一樣的手 它皮膚很容易過敏 然後所以呢 它之前拖地的時候 它都弄得一團糟 這一台掃拖機器人 我覺得帶給我們的樂趣 不只是打掃家裡面之外呢 它也就是美善的生活品質吧 然後再來就是呢 它的吸力大小你也可以設定 譬如說你要靜音 然後呢 我跟你講更棒的地方是什麼 什麼 它有視訊鏡頭 因為你知道很多人家裡面 可能有養寵物 或是有家裡面有小孩的時候 他們會另外裝那種視訊鏡頭 在家裡面 那其實這一台掃拖機器人呢 你就算今天不掃地 我們也可以開啟它 它也可以到處去看一看 它腳非常廣 它可以直接拍到上面去 它不是只有地板的視線喔 它鏡頭很廣角 它可以當寵物的攝影機用之外 它有麥可以跟同一對話喔 然後還可以找掉在地面上的物品 因為其實有時候 像床底下啊 我們有時候有些小東西掉在底下 它就可以找人家地上的東西 其實我們家地上真的 多陷阱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準備 戶順要搬家的關係 所以地上其實有非常多的箱子 我跟你講它都會避開 那我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用那個APP 喜歡的地方就是 但是有時候我只想要掃臥室 所以它就可以掃臥室 然後掃完之後呢 我還可以看它的清掃的紀錄 跟它的路線軌跡 我知道哪些有掃到 它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我覺得男生最喜歡的話就是 看那個畫面 就很像在打電動一樣 看它執行任務 就算我們今天在外面 我也可以用APP執行任務喔 所以像我們身邊很多朋友都要買這一台 他跟我們分享的心得就是說 他們在外面用這個APP設定打掃客廳 然後打掃完之後回家 他們就覺得 回家就心情好 超乾淨 所以我覺得我們家的生活平靜 那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有工作的關係 其實基本上我們回家都很累 但是我跟你講這邊有一個詬病喔 你知道有些人會說 家庭主婦不算一個工作 家庭主婦超累 家裡面真的要有一台掃脫機器 你可以幫忙分擔家 不然要做的事情真的超級無敵多耶 我跟你講如果我今天我一個人喔 我把家裡面這樣子 把地全部拖了掃了 人家要花幾小時 自撒兩小時 這麼少嗎 那是以上吧 如果你每天省了兩個小時 你一年省了多少分鐘 然後這些時間 就是金錢 他可以用來投資自己 或者是做更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很多時間我們是可以省下的 對 那他操作呢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現在要叫他了 OK EKO 好 請在能力稍等 所以呢其實他聲控家裡面的功能就是非常非常的快 只要說OK一口 他就會有反應 對 馬上有反應 對他馬上就有反應 他就會說我在這裡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去指定他的動作 然後他有國語可以設定這樣子 然後他可以打掃客廳啊 或者是廚房 或者是臥室 依你地圖設定的名稱 然後去幫你去打掃 包括像是離開基座啊 返回基座 烘乾抹布啊 或是過來這裡打掃啊 現在見量多少 所有的水量大一點啊 音量大一點啊 這些全部都可以用語音操控 超棒的 你看他超聽話 對 那接著呢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外型 我覺得很棒之外呢 聲控的功能很吸引很方便 可以用APP去操控他 不管你今天在哪裡 人在外面也可以操控他之外呢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回到他的清潔裡 對啊 對 餅乾鞋罩在地上 OK EKO 衛布乾淨啊 那基本上呢 他就是打掃就是掃加拖 他邊掃邊拖 或者是你可以把那個拖布拿掉之後 他可以只有掃地都可以 他吸完之後呢 他集成盒的地方也非常的方便 你看他用手這樣拿起來之後 就可以輕鬆的把垃圾都倒出來 還有拖布 他自動回洗拖布 對 所以你再也不用每一次拖完就要用手洗一次 而且洗完他就自動烘乾脫布 就不怕他細菌會臭臭 髒的話你也不用動手去清潔他 你想要按一個鈕 他就會自動幫你清潔 我跟你講他這個就是用來 解放我們的雙手 跟那個Chanel一樣 所以他也是一個革命性的創舉 因為他就是真的 不需要再每次這樣一支洗一支 洗一支洗一支洗的 那集成盒要多久清理一次呢 我覺得看你家多髒 就像我們家的話大概有一個星期吧 有一點髒 然後如果是換水的話 因為他上面其實有那個進水區跟污水區 對 那如果你每天使用的話 我覺得大概三天到五天 你要去把水的部分去倒掉 我覺得已經非常方便了 因為你不用去洗那個抹布 你個人覺得Eco來到我們家之後 你覺得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不用怕掃假了 覺得就是雙方的關係 好像對於做家事這件事情 好像比較滑 是啊 而且真的工作 平常工作太忙 一回到家 忙忙之後就累了 也不想要打賞 掃脫就直接交給他 然後交給他之後呢 你看我們兩個就可以 坐在這邊 看我們的書 聊我們的天 或是看我們的電視 是我們的零食 又丟地上我 不小心 不小心 我覺得我嘴巴應該有破洞吧 就是每次吃東西都會掉地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他就會一狂念我 但是Eco來之後呢 雞毛蒜皮的事情 就真的是 微乎足道了 所以我覺得有了這台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省事 非常的多 我覺得他不只可以讓我們的生活 就是有所提升之外呢 我覺得他帶來整個生活的品質 的大升級 其實已經勝過了他的金錢價值 如果今天要買一個掃脫機器人的話 我覺得直接就買天花板了 我個人是覺得 沒必要去比價 點一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因為你到最後 你還是會想要買天花板 就是買金瓶的概念 用在買家具的概念是一樣的 對對對 我個人覺得這個想法完全是一樣的 好啦 那就分享今天的愛用品給大家 從此解放我們的雙手啦 對 掃地的工作就交給Eco啦 親了的工具 交給我們 我們要去親了 謝謝你 好啦 那記得就是 每週三 每週日都有新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今天在這邊 啊家裡面很髒怎麼辦 唉唷 你不會 用APP叫他打掃我 對齁 你可以用APP直接 叫我們家的 OKEco 燒起來 燒起來啦 我來監控你 iks… 你的影片